各位醫師 大家好 我是郭文傑郭醫師 今天要跟大家來介紹 110年度的成人口腔保健照護計畫的手冊 還有相關的內容 那我們這本手冊有五個章節 我首先會就第12章來跟大家做介紹 第一章是介紹有關於成人常見的口腔疾病 第二章是口腔疾病對全身健康的影響 第三章是針對於生活型態跟工作環境對口腔健康的影響 第四章是促進個人職場還有照護者的口腔保健行動 第五章則是針對口腔疾病的預防跟照護 那第一章的部分呢 我們是要跟大家介紹成人常見的口腔疾病 包括有六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有關於取齒的問題 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於牙周疾病的進程 第三章第三節是介紹有關於這個事故傷害 對我們牙齒的這個影響 還有要怎麼去做一個緊急的處理 第四章呢是常見的這個捏餓關節的障礙 第五章有關於口腔黏膜的病變 跟第六章口肝症還有口腔肌能低下症 或者是懷孕婦女的這個問題做一個介紹 那首先呢就針對於第一節的 有關於取齒進程的部分 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說明跟介紹 那取齒其實是一個從小到大 都會有可能接觸到的一個口腔的疾病 這跟我們的飲食還有我們口腔內的細菌 停留在牙齒表面的時間很有關係 那牙齒本身大家都知道 我們外層的是這個髮廊質 第二層的話是一個牙本質 第一層髮廊質又稱為牙幼質 第二層牙本質又稱為象牙質 第三層是我們的牙髓腔 或者是我們牙髓神經 神經血管的部分 那當這個取齒在初期的時候呢 它可能在我們的牙幼質表面 形成一個去礦化的現象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投影片 這個去礦化呢就是我們牙齒表面的這些 鈣磷離子的流失呢 可能會從表層的這個比較堅硬的狀況 慢慢形成一個軟化的情況 那時間久了它可能就會變成了一個窩洞 那開始會有比較多的髒東西 會卡附在這個牙齒上 隨著時間如果沒有把它清乾淨 它就會慢慢深入到第二層第三層 最嚴重的話它的牙齒可能就會注光 形成了一個殘留的齒根 那再如果不理會的話呢 可能就會形成更嚴重的這個蜂窩性組織炎 所以如果我們有做一些適當的清潔 還有搭配使用一些孵化物呢 就可以讓這些去礦化的現象呢 轉換成一個再礦化的情況 讓這個牙齒呢慢慢的停滯 沒有再繼續往這個更嚴重的狀況演進 那如果已經形成了一個柱洞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如果有形成柱洞 有趕快適時的做這個牙齒的柱洞的填補 這個取齒窩洞的填補 可以讓這些髒東西避免在躲藏到這些窩洞裡面 那這時候呢牙齒才可以維持它的健康 那如果很不幸的呢 這個助動一直往這個牙髓腔進入 那造成發炎 我們就要做所謂的根管治療 那這時候呢透過適當的這個清潔 然後維護 讓這個根管裡面的這些發炎的組織去除乾淨 牙齒還是結構上還是可以維持良好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牙齒保留下來 那當然如果已經演進到比較嚴重的情況 那我們可能就保留不了這個牙根 那就必須要拔牙 那後續可能就要做假牙或者是要止牙 所以每一個不同狀況的這個取齒的進程 會搭配著不一樣的治療 那如果我們今天沒有好好的把它做一個阻隔 讓它繼續往後面的這些比較不好的狀況 延伸的時候到最後變成蜂窩性組織炎的時候 可能都還要甚至要到醫院住院治療 才有辦法讓這些發炎獲得控制 那我們這邊也簡單介紹這個取齒形成的這個四大要素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最主要就是有牙齒 有細菌還有食物跟時間 那基本上呢這個取齒的形成呢 最關鍵的呢就是食物跟時間這兩個部分 因為牙齒本身它的這個口腔裡面的細菌是無法去除到無菌的狀態 所以一定會有細菌也會有這個牙齒的存在 那我們可以控制的就是我們選擇適當的食物 這部分待會也可以跟大家介紹 我們如果今天這個食物的選擇是屬於這種比較酸性的 或是比較有高糖分的 那它當然就會透過時間還有細菌的這些分解 可能就會產生比較多的酸性物質 造成我們口腔內的環境偏酸 它就會形成這個去礦化的現象 那我們如果說今天選擇的食物是屬於高鮮高蛋白的食物 它自然就比較不會形成這些酸性的環境 就會可以避免這些取齒的形成 那另外呢停留在這個牙齒表面的時間 如果我們今天在用餐之後 有能夠及時去做這些結牙 那我們就可以避免這些細菌停留在上面的時間 也可以減少這些牙齒表面有這些去礦化的現象 那我們整個取齒的進程呢 大概有這個可以簡單有這個四個分期 初期就是在牙柚子的部分是沒有任何的感覺 中期到的牙本質可能吃東西或喝水 就會有一些些微的敏感 那或者是有一些感覺上比較沒有這個 就是讓它會有一些酸軟的這個現象 但如果你不予理會的話呢 就會到比較嚴重的牙水腔 這時候呢有可能就是 可能連你不吃東西的情況 或者是睡覺的時候都會有疼痛的情況 這時候就要有可能進入到要做根管治療的情形 另外呢如果今天它已經從這個牙髓腔 甚至於破壞到我們的牙根間 形成比較嚴重的取齒 這時候就有可能要拔牙 我們來看一些臨床上的案例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後牙 其實會常常有這個牙齦勾 是這個牙齒的咬合面的咬合勾 它會有這個所謂的這個PM Fissure 那這上面呢會容易卡了一些 食物的這個染色 或者甚至於一些比較深的窩溝 會形成一個取齒堆積 或是細菌堆積的這個狀況 如果我們沒有把它清潔乾淨 就有可能會形成這個取齒 那我們在小朋友第一大舊齒萌發的時候 其實都會做這個窩溝的豐田 來避免這樣子初期的取齒的產生 那如果你一旦發現你的牙齒上面 有一些白斑或者是有這些黑點 可能就會建議還是要請牙醫師來做進一步的確認 尤其是這些有一些白斑 這個是有點去框化的現象 這個時候它還不見得是一個軟化的結構 這時候如果透過適當的這些孵化物的幫助 它有可能讓這些看起來白白的部分 有機會會恢復到比較正常的一個牙齒的結構 這是在初期取齒的部分 那當然有些是在S光片上面 可能也是拍攝不出來的 是因為它破壞的程度還沒有到那麼嚴重 那如果今天破壞的情況越來越深的時候 它就會從S光片看到這些影像 如果像這些中期的情況 稍微已經比較大 雖然還沒有鑄到神經 但是從S光片看得到 就是它可以接近我們的這個牙髓腔 這時候其實你去做牙齒的填補 都有可能需要上一些麻藥 才有辦法進行後續的一些填補的治療 這是因為在第二層這個牙本質 就是象牙質的部分 就會開始有敏感的情況 甚至於到痠痛的情況 那臨床上當然這些填補過的地方 它也有可能因為我們清潔的不乾淨 從它這個填補材料的邊緣 又有繼續往下注的情況 這時候也要定期的去做檢查 看看這些填補物是不是有鬆動 或者是有需要再重新填補 所以建議每半年 如果是可以的話 每半年去做洗牙也請牙醫師 一起來做這個取齒的檢查 那當然有些地方 尤其是像這個上下二後牙區域夾側的地方 尤其是最後一顆牙齒的夾側的後方 常常會因為刷牙沒有刷乾淨 或者是致齒的區域 沒有清潔乾性 就會有比較嚴重的一些取齒的現象 這時候有時候等我們發現的時候 已經比較晚 那它有可能就會有一些 牙髓發炎的情況 這時候可能就要做到根管治療 那到最後如果不於理會 它可能就會做到變成像殘留齒根的狀況 這時候牙齒基本上大概都保護不了 就是沒辦法保留下來 必須要拔除 才有辦法做後續的這些疾病的控制 所以取齒雖然它是一個相對容易預防的疾病 但是也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如果你今天沒有照顧好 可能會引發一些全身性的問題 甚至於就是沒辦法吃東西 影響到全身的這個健康 那接下來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講到這個牙周病 那牙周病基本上就是牙齒周圍的這些組織 包括我們的牙周韌帶 或者是叫牙周膜 還有我們的這個地基齒草骨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也是一個比較讓大家常常會輕忽的一個疾病 是因為大部分它不會有一個疼痛的情況 在初期的牙周病可能就是呈現這個牙齦的紅腫 流血或者是輕微的發炎 但是呢它並不一定會感受到痛 等你真正發現這個牙周病比較嚴重的時候呢 大概都是已經有一點鬆動或者是咬東西沒力 甚至於會有不舒服的情況 才會想要去看醫生 所以平常如果沒有定期做這個洗牙檢查 或者是說我們清潔口腔的這些習慣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常常就會有這些齒草骨的破壞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齒草骨從一開始的牙齦的紅腫 健康的基本上是這個牙周囊帶 就是牙齒跟這個齒草骨之間 會有一個牙周囊帶的這個健康的深度是3到5個ミ尼 一旦超過5個ミ尼以上 基本上我們的清潔就很難做到那麼深層的區域 它容易就有形成這些牙周的問題 那隨著時間的破壞 這齒草骨越降越低 牙齦越腫越嚴重 它可能就會形成更深的牙周囊帶 一旦超過5ミ尼以上 這時候可能就不是單純的洗牙 或者是我們的結牙清潔的到 就必須要透過一些牙周的治療 可能要上一些麻藥 利用這些牙周刮除的這些刮刀 來把這些髒東西跟結石去除乾淨 甚至於更嚴重的還要進行到手術的治療 做一些牙周再生的這些手術 才有辦法恢復它的健康或是讓它穩定下來 不過因為這個慢性的牙周發炎 它是一個比較會 算是一個無聲無息的疾病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真的有這些狀況 最好預防的方式就是平常有好的清潔習慣 跟定期的檢查 好接下來第三個最常見的 大概根據統計大概是有15%的成年人 都有遇到過類似的狀況 就是所謂的一個意外傷害 常常會碰到這些牙齒斷裂 或者是有這些意外事故 通常都是跟一些交通事故是最有關係 另外的話可能就是我們有一些跌倒碰撞 或者是從事一些體育活動的時候 例如說打球 或者是進行一些活動的時候 不小心造成的一個傷害 當然如果有一些不恰當的一個使用牙齒 例如說用用牙齒去開這個酒瓶蓋 濕包裝等等的 也有可能會造成牙齒的磨損 甚至於斷裂 那當然有時候是吃到一些硬的冰塊 等等的堅果類的食物 也有可能會造成牙齒的斷裂 那當然打架這些也會有一些牙齒的受損 所以這些意外傷害大概有15%的機率 會發生 那我們如果真的 有遇到這樣子的一個意外事故 我們都會建議大家 要盡快找牙醫診所做一些緊急的處理 不管是出血的控制 或者是牙齒的保存 那有時候撞斷或者是破損崩裂的狀況 並沒有到牙髓神經 適時的修復填補 就可以恢復它的功能 但如果已經有曝露出它的牙髓神經 可能就要做一些所謂的這個牙髓 抽神經根管治療的部分 那如果今天是嚴重到整個牙齒有脫落的話 這邊也有一些建議的方式 如果有這些脫落的牙齒 盡量可以先幫它找回來 然後上面如果真的有髒東西 我們可以用一些流動的水或者是生理水 所以稍微沖洗一下 那盡量是抓在牙罐的部分 不要接觸到這個牙根的區域 因為牙根可能會有一些牙周結締組織 它可以幫助這個修復 如果這些結締組織都流失損失了 有可能就會造成後續牙根吸收發炎的問題 那沖洗之後呢 如果一時沒有這些像我們建議的牛奶 或生理食鹽水可以存放的話 那就是建議含在這個口內的這個舌下 然後到牙醫診所 牙醫師會把它找到正確的方向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固定 大概用這些線去矯正線 去把它固定大概兩周之後再拆掉 它這個牙齒是有機會可以再保留下來的 所以黃金時期是30分鐘 盡快找到牙醫診所 趕快去做這個腹位固定的部分 那再來呢就是介紹這個 逆餓障礙 逆餓關節障礙的部分 其實這也是很常見的一個口腔疾病 那主要它有的一些症狀 包括可能嘴巴打不開啊 嘴巴打開會有一些聲響啊 或者是會有一些歪斜的情況 這些可能是有可能過去在這個 使用上有逆餓關節的這個撞擊受傷 或者是說有一些磨牙的情況 都會導致這些關節 可能會有一些變形或者是一些症狀 發炎的症狀 那它伴隨著常常會有一些 所謂的肌肉的痠痛 所以這些逆餓關節 其實如果你有這樣子的情況 可能也都建議要找牙醫師或口腔外科醫師 來做進一步的檢查跟治療 那這些最嚴重的情況 可能這些關節會造成你嘴巴無法打開 就沒有辦法好好的吃東西 甚至於會影響到我們整個頸尖的肌肉 會造成你可能沒辦法有很好正常的飲食 所以這些問題還是要去做檢查跟治療 那大部分我們捏熱關節的治療呢 會先對它的症狀 先做一些症狀上的藥物控制 或者是使用一些針灸 或者是熱敷的這些物理性的一個治療 那真的比較嚴重打不開 可能才會考慮用手術的方式來介入 做一些關節性的手術 來讓這些關節能夠恢復正常的運動 那接下來下一個部分就是介紹 有關於這個口腔黏膜的病變 那這些口腔黏膜的病變呢 其實跟我們一些生活的不良習慣比較有關係 包括吸煙還有嚼食檳榔 這些是最容易造成這些口腔癌的癌前病變 那當然有時候有一些外來的刺激 包括這些吃麻辣火鍋高溫 或者是不良甲的這個持續反覆的一個刺激 都有可能導致黏膜或舌頭的這些病變 最常見的就是包括像這個白斑 紅白斑 然後還有這些油狀增生 通常這些就是已經一段時間 而且這些黏膜的這些病變是越來越擴大 或者是我們如果口內有一些潰瘍 超過兩個禮拜沒有好 都會建議要到牙醫診所去做進一步的檢查 甚至於做切片的化驗 那有些吃檳榔的患者 他會有這個口腔黏膜下纖維化的情況 這些也都是對口腔黏膜來講 是一個比較嚴重的情況 這個都會建議大家要定期的做自我的篩檢 也建議大家戒除這些不良的惡習 這樣子他才會避免這些口腔黏膜的病變產生 那怎麼去檢查呢 國健署這邊也有建議 大家可以平常注意這些問題 包括他這個黏膜有沒有一些破皮 這裡有五字訣 破、斑、硬、凸、腫 破就是看這個破皮的時間超過兩週 就要趕快檢查 斑是不明的斑點 可能要找牙醫師做確認 那如果黏膜有開始逐漸變硬塊 這個也要小心 它可能是一個腫瘤細胞的一個增生 凸的話呢 如果已經腫瘤細胞 從這個平面變成不規則凸起 這時候也都是代表著這些黏膜 可能病變的情況變得比較嚴重 然後腫 腫的話則是出現的這些腫塊 可能會導致一些黏膜的整個擴大的情況 所以每年都會有超過3000人會死於這個口腔癌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這個平常在做這些自我的檢查 所以要去留意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產生 那國健署這邊有補助30歲以上 或者是18歲以上的原住民 如果你有嚼冰狼或者是有吸菸的民眾 每兩年可以做一次的免 這個就是口腔癌的篩檢 那這樣子來早期的預防跟定期的追蹤 那最後呢會提到這個有關於這些口肝症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這個口肝症的現象在我們大概有大概20到40%的高齡者 會常見有這些口肝的問題 它主要都是因為有服用一些藥物產生的一些副作用 或者是你曾經有做過頭頸部的這些放射性的治療 或者是做化瘤的病人 或者是你有一些自體免疫疾病的病人 可能導致一些腺體分泌減少 還有荷爾蒙的改變 挺經後的婦女可能荷爾蒙改變 也都會導致一些口肝的情況 這些口肝呢會影響到我們的咀嚼食物的這些滋潤跟吞咽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待會也會再做一個更詳細的介紹 那主要就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一些口肝的問題 建議大家可能也可以做一些這個多做一些水分的補充 或者是做一些脫衣腺的按摩 可以幫助這些脫衣的分泌 必要的話也是可以補充一些這個口腔滋潤的一些人工唾液等等的這些產品 那這是我們 臨床上比較常看到會造成這些口肝症的一些藥物 如果您今天有服用這些藥物的話 就可能會有這些口肝的這個現象 包括一些抗膽鹼、抗組織癌 或是一些精神相關的 身心科相關的用藥 肌肉的鬆弛劑還有降血壓 這些利尿劑等等 都會有造成這些水分的流失而容易形成口肝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多補充水分來按摩我們的脫衣腺 減少一些刺激的飲食 那如果我們今天有遇到一些口腔衰退的狀況 可能都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品質跟這個身心的健康 當然你如果今天可以吃東西 你的活動力一定比較好 你也會有比較有自信 你的牙齒沒有流失沒有缺牙的時候 你這些笑啊講話都是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隨著這些牙齒 有一些缺損或者是有一些問題 吃東西不方便 跟大家聚會的時候沒辦法吃 你會開始慢慢的覺得好像心理上 會覺得有一點點自卑 那可能就不太好意思跟人家去吃飯 那食慾又下降沒辦法吃好 營養又不良 慢慢就會有一些肌肉萎縮的問題 到最後嚴重的情況可能會有一些肌少症 或者是運動障礙的症候群 最後變成從不能吃衰退到可能體力不好 變成還要坐輪椅甚至於臥床 整個生活品質就下降 所以本身常常跟大家聊到就是口腔的健康 就是長壽之門 我們還是要有好的一個口腔健康 才能讓我們的身體 還有我們各方面的功能 維持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那另外呢 針對於這個婦女呢 常見的一些荷爾蒙的影響 這邊也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補充 如果今天是一個懷孕的婦女 那懷孕並不是一個疾病 但是如果你有懷孕的這個過程 因為這個荷爾蒙的影響 還有我們本身可能一些飲食的改變 可能它變成要少量多餐 都容易會引發這些牙齦發炎的情況 甚至於有些會有一些局部的肉牙的 這個化膿性的牙齦肉牙的腫脹 這些都會建議要做一些進一步的治療跟清潔 所以健保部分也有提供每三個月 讓這個懷孕婦女可以來做洗牙跟檢查 就是來預防這些牙齦的發炎的問題 這個部分也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補充說明 那接下來就要講到我們的第二章 是有關於口腔疾病對全身健康的影響 那第一節會講到嚴重的取齒 對全身性的一個危害 第二節會講到牙周病對全身健康的影響 第三節會講到糖尿病對口腔健康的影響 第四節會講到口腔病變跟頭頸癌 第五節講到細菌病毒與黴菌的問題 那口腔疾病尤其是像這些不良 口腔健康不良的情況還有取齒等等的問題 它都會導致根據研究比較容易發生的是 包括有可能阿茲海默症 心血管疾病 包括一些動脈周狀化的情況 還有一些口腔腸胃道相關的一些疾病 糖尿病的影響 然後這些懷孕婦女的問題 還有一些呼吸道感染還有細菌性肺炎等等的問題 如果口腔本身是充滿細菌的情況 這些問題都會對全身健康有很大的一個危害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口腔保持好 有一個正確的結牙才能預防這些後續的一些問題產生 那這一張我們提到的也是牙周病對我們全身性的一些健康的影響 包括因為我們這些牙周的發炎它會有一些細菌的堆積 透過這些牙周周圍的一些循環系統可能會跑到血液裡面 造成這個可能會有敗血症的一個情況 如果跑到我們的心臟可能會有一些細菌性的心內膜炎 那或者是跑到我們的這些腦血管內會造成一些腦梗塞 或者是說這個管壁的周樣化或周狀化的情況 這些都是會造成全身性的影響 那這些周狀化的影響 包括還有甚至於我們的心肌的部分 會有可能心肌梗塞的這些情況 所以牙周病本身一定要很注意不要輕忽它 早期發現就要早期治療然後獲得控制 避免它持續的惡化 那比較常見會造成一些牙齦腫大的 也會這些藥物也會造成這些牙周病的病情變嚴重 包括有一些抗癲症的用藥 還有一些免疫抑制劑的用藥 還有一些鈣離子阻斷的用藥 這些用藥都會造成牙齦的腫大 另外還會提到糖尿病 糖尿病跟牙周病其實是一個雙生病 兩個其實是會互相影響的 那牙周病也是糖尿病的第六個併發症 所以我們在很多的牙周病的控制 這些牙周病的患者 也可以詢問他有沒有一些血糖的問題 這個是有相關性的 是因為糖尿病本身 容易會引發我們的牙周組織的管壁 基底膜會變厚 讓它這個微循環會下降 下降之後就會導致它的免疫修復的功能 變得比較不好 這些有害的牙周的組織毒物 就沒有辦法清除 就像很多的糖尿病患者 真的比較嚴重的 它的末端四肢可能有 甚至於要面臨到截肢的狀況 那其實牙周的組織也是我們身體 比較屬於末端的區域 如果我們血糖控制不好 其實它的復原能力就會變得很差 那這些膠原蛋白的代謝異常 跟這個末刷血管的異常 就是造成這些牙周的破壞持續的變嚴重 那當然你控制的血糖不好 甚至於就會影響到這個牙周病的發炎 發炎會引起這個血糖的再次的升高 導致這兩個互相的影響 而最後甚至於會加重我們的這個腎臟 動脈硬化還有心肌梗塞等等 中風的這些風險 所以這些問題一定要非常的留意 不要輕忽它 那再來呢口腔黏膜的部分 剛剛其實有跟大家提到 這些外來的刺激不良的習慣呢 可能就會導致這些口腔癌前病變的這個形成 那如果又不予理會 它可能就會越來越嚴重 甚至於造成這些頭頸部的癌症的發生 那當然有時候呢有一些可能口腔 因為這個唾液分泌下降 或者是有些長者 它的假牙的清潔沒有做好 它可能就免疫力又下降的情況之下 也有可能會有形成這些黴菌的感染 或者是因為這個免疫力的下降 導致一些泡疹病毒的感染 這些都會造成一些口腔的潰瘍 或者是這些假牙配戴的地方 可能就會有一些發炎 或者就是沒辦法持續的好的一個使用 所以這些問題呢 其實都要非常的小心 謹慎的去做一個照護 那怎麼樣來照護跟預防呢 等一下我們第五章會來跟大家做介紹 那這邊呢就是針對於這些口腔疾病 對我們全身健康的影響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跟說明 那接下來第三章是邀請我們李陽均李醫師 來跟大家做介紹 接下來讓我來報告一下 生活型態與工作環境對於口腔健康的影響 那我們把它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飲食的不正常 第二部分作息不正常 第三部分不良的習慣或嗜好 那第四個是工作環境的影響 那首先我們先來講飲食的不正常 那飲食的不正常 它有從兩個方面來講 就是飲食習慣 那飲食習慣呢 如果說我們有偏食的習慣 那它會造成我們營養素的吸收不均衡 對於我們的抵抗力 對我們的免疫力都會有不良的影響 那這樣子容易造成我們口腔容易發生潰瘍 傷口不容易癒合 那還有飲食的習慣不正常 比方說它的吃飯的時間不規律 那或者是吃飯的時間過長 或者是零食吃的過多 次數過多 那這都會造成我們牙齒接觸到過久的酸性物質 那因為我們吃進去的澱粉質 在嘴巴裡面會發酵 產生酸來腐蝕我們的牙齒 那這都會造成我們的口腔牙齒 在我們口腔裡面牙齒受到一些挑戰 那如果說我們講到選擇食物的問題來講的話 那比方說我們如果喜歡吃一些帶骨的肉類 堅果類堅硬的蔬菜還有帶殼的海鮮 那這些東西因為過於的堅硬 它對於我們的牙齒是一個直接的挑戰 那可能我們牙齒就容易造成斷裂 結構受損 那輕微的斷裂還好 或者是微小的斷裂還好 那如果是過嚴重的斷裂的話 那它都可能造成我們牙齒嚴重的結構損傷 甚至都可能要做到牙髓延續 要做根管治療 那這是在食物的選擇來講 那另外一種食物的選擇呢 比方說果醋飲料、含糖飲料 還有碳水化合物、運動飲料 還有優格這一類的 那這些東西呢都是屬於酸性物質 或者是潛在的酸性物質 那這都容易造成我們牙齒受到酸的挑戰 造成脫鈣 那容易造成牙齒的損傷 那如果我們講到生活作息的不正常 對於口腔的影響 那在這個現在的生活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生活的壓力 工作的壓力 它容易造成我們睡眠習慣的不足 睡眠不足 或者是睡眠品質不好 那這樣子會影響到 會造成我們的抵抗力 我們的免疫力的影響 那在口腔裡面就容易看到 黏膜容易潰瘍 傷口癒合不良 還有牙周疾病 那工作壓力呢 它可能會造成我們胃食道逆流 那胃食道逆流 會造成我們的食道的受傷 還有我們牙齒如果接觸到胃酸的話 那也會受到搔灼 那這樣子會造成牙齒的破壞 那同時也會造成我們牙齒高度的變化 口腔的感覺異常 那口腔黏膜異常都會發生 那甚至會造成我們黏膜分泌的異常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如果生活壓力 工作壓力過大的話 那容易會有磨牙的現象 那磨牙就會造成我們很多很多的後遺症 那磨牙它會造成我們法郎質磨損 那法郎質磨損 它就第一個來的就是我們敏感 牙齒的敏感 那法郎質磨損之後呢 我們的咬合高度因為受到的影響 那咬合高度就喪失了 那咬合高度喪失之後 接下來就會造成我們 孽額關節的障礙 所以在這個工作不正常來講的話 它也會造成我們生活的一些 口腔的一些影響 好 那我們來講講不良習慣 那我們先講一下抽菸 那各位都知道抽菸它是菸品的高溫燃燒 那菸品的高溫燃燒之後呢 它會產生將近7000種的化學物質 那這在7000多種的化學物質裡面呢 我們已知有250種對於身體是有害的化學物質 那甚至呢這中間呢有93種是致癌物質 那所以呢抽菸會產生的什麼致癌物質呢 它會產生尼古丁 膠油 亞硝胺 那這樣子會來影響到 造成我們口腔黏膜的異常 那所以呢抽菸者呢 它對於口腔的影響 會來自於牙周疾病跟口腔癌病變 那根據它的口腔的問題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三大類 輕 中 重的影響 那最輕的呢大概就是牙齦流血這一類的 那中醫中度來講的話呢 可能就是造成我們的牙周病 那嚴重來講的話呢 它就可能會造成我們的口腔癌病變 會造成我們的植牙 未來的植牙的失敗 那這些都是對於我們吸菸者的不好的影響 那吸菸來講的話 它本身我們常常會說是 一手菸 二手菸 三手菸 那我們來講一講這種三類的分類 那一手菸呢是吸菸者直接吸入到身體裡面的 我們稱之為一手菸 那二手菸呢是吸菸者它善意在不完全燃燒 善意在空氣中 那由我們這些在旁邊不吸菸的人吸進去的 那這種不完全燃燒 那未經過過濾的這個煙啊 它其實是比一手菸更加的毒性 那三手菸呢 它善意在環境中吸附在環境中 以後再慢慢釋放出來 讓我們環境接觸的人吸進去的三手菸 那其實這三種二手菸三手菸 對我們整體都是有一樣的危害 那甚至呢我們要講一講電子菸 那電子菸呢常常會讓我們失去的戒心 電子菸常常會認為說它不經過高溫燃燒 是不是比較安全 那對於一些年輕族群來講呢 它又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它的誘惑的來源是它的同輩團體會認為說 這是很新鮮的東西 那甚至於呢它會認為說在經濟上來講 它相對的平均下來 它是比較便宜的 那甚至還會認為說 它不經過高溫燃燒 是不是比較安全 那其實它是不對的 因為它一樣它含有很高的尼古丁 那它是造成很容易造成成癮的 那它對於的我們戒菸是沒有任何的幫助 那因為呢它不知不覺因為它沒有澆油 所以呢吸電子菸的人常常不知不覺 會吸收過多的尼古丁 容易造成過量中毒 那另外呢電子菸是藉由電能來造成這個物狀的尼古丁 所以呢它有可能會造成爆炸 那爆炸當然吸電子菸的人就容易受傷 那第四個呢它一樣會有致癌 因為它含有甲醛、亞硝胺 第五個因為它的來源不明 那常常會可能會添加一些其他毒品 比方說大麻、安非他命這種毒品 所以常常會造成身體的危害 那吸菸來講的話呢 它除了造成我們口腔以外 它其實會造成我們身體的其他部分的危害 那比方說它會造成我們皮膚的潰爛 那我們毛髮呢也容易脫落 那如果這些菸中的雜質呢 經由血液到了眼睛的話呢 它也會造成我們眼睛的白內障 那另外呢它會對我們皮膚也會有不良的影響 會造成我們皮膚失去彈性 那在口腔裡面它當然會有造成牙周病 口腔癌所以牙齒比較容易掉光 那如果這個長期吸菸的人呢 對於我們肺部也會有影響 那最常見的就是肺氣腫 那肺氣腫到最後呢 甚至需要切開氣管才能呼吸 那對於懷孕婦女來講的話呢 它可能會造成嬰兒的體重過輕流產 那另外一個皮膚的影響 也會造成我們容易有牛皮癬啊 皮膚容易癢啊刺激長紅斑 那對於男性來講的話呢 就可能會影響他的性功能的障礙 那另外一個就是菸品裡面呢 它會造成我們的末梢血管的循環的問題 會影響到我們的末梢神經 會造成比較遲鈍 最後有可能會造成發瀾需要節肢 那當然最危險的一個就是 菸呢到最後變成很多很多的 不單單是口腔的癌症 它有可能會造成肺癌、鼻癌、腎 還有蛇、乳癌、胰臟癌 呼吸系統的各種癌症 那其實對我們身體都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影響 好那檳榔來講的話呢 檳榔本身檳榔籽 我們先不去討論到說 它有其他的摻雜的雜物 比方說白灰、紅灰、老花這一類的 單就檳榔籽來講的話 因為它有很粗糙的纖維 它在我們口腔裡面 對於我們的軟組織 對於我們牙齒本身 都會過度的摩擦 那對於我們的軟組織呢 因為過度的摩擦 它就會造成損傷 造成我們反覆的刺激 那對於硬組織來講的話 它當然會造成我們牙齒的磨損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檳榔裡面的檳榔鹼、檳榔樹 它會產生在我們口腔裡面會消化 會產生亞硝氨 它是一種致癌物 那同時呢 它也會釋放出自由基 那自由基呢 就會造成我們的細胞的傷害 會造成我們細胞的突變 產生癌病變 所以嚼食檳榔來講的話 對於我們牙齒的直接關係 就是會造成我們的牙齒的磨損 會造成我們的咬合高度的變化 造成我們的關節的病變 那對於我們的軟組織呢 它就可能會造成我們的 我們的一些油狀增生 因為它有一些致癌物 它就會有油狀增生 紅斑、白斑 黏膜下的纖維化 甚至導致於口腔癌 那這些都是嚼食檳榔 一個比較不好的現象 好 那我們如果單單就飲酒 嚼食檳榔跟吸菸 三種東西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單單光是這個檳榔來講的話呢 它其實啊 光只吃檳榔的話 它就會造成我們的 歷癌風險啊 得到癌症的風險會達到28倍 那相對於飲酒啊 大概是10倍 吸菸呢大概是18倍 所以 檳榔來講是 歷癌風險最高的 那根據啊 國健署的統計 那我們口腔癌的患者裡面 百分之88 都有吃檳榔的習慣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比較危險的習慣 那如果根據 根據高一葛教授的 研究報告來講 如果啊 如果啊這三種東西 通通有的話 煙冰酒通通有 有成癮的習慣的時候 它的歷癌風險呢 甚至是一般人的123倍 所以它是相當相當危險的 好 那剛剛我們一直沒有把酒精 講到 那我們先來說明一下酒精 對於身體口腔的健康的危害 那第一個 酒精呢 它會影響我們身體吸收水分 那同時呢 因為它 它是屬於 有點酸性的物質 它會造成我們牙齒表面的脫鈣去光化 那同時它會造成我們色素的成績 那牙菌般的堆疊 那宿醉嘔吐之後呢 吐出來的 胃液黏膜會附著在牙齒表面 那這些液體裡面呢 就有大量的胃酸 那會造成我們牙齒的腐蝕 那還有這個酒精啊 它會刺激我們牙周的 牙口腔的黏膜 那容易造成我們黏膜的受損 潰瘍 影響我們傷口的癒合 那甚至啊 有些人會喜歡把牙齒當成開瓶器 那其實也很容易造成受傷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酒後吧 酒後的意識會不清楚 那容易造成酒後的外傷 顏面的外傷 額骨的外傷 牙齒的外傷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必須要注意到的就是說 高溫的食物 還有刺激性的食物 比較辣的這些刺激性的食物 這些對於口腔的黏膜都是傷害 都會造成我們口腔黏膜的變變 所以這些我們通通必須要注意 好 那我們來報告一下就是 各種形態 生活形態在口腔的盛行 就是嚼食檳榔的盛行率 那這是根據國健署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是發表在民國97年 2008年 這也是高醫口味系做的調查 那它是根據職業的類別 那因為職業類別 它就把它區分成各種類別 那其中以農泥 農林漁木狩獵業 它的嚼食檳榔是最高的 那其次才是製造業 然後接下來是運輸通訊業 那如果按照職業的類別呢 是建築業的低技術工匠是比較高的 然後還有各類的司機 那在這篇報告裡面呢 他有講到說 因為在各個環境裡面 因為有同儕的壓力 因為工作的壓力不一樣 所以呢 他常常會造成我們同輩團體的互相影響 那會造成他的嚼食的有這些習慣 那甚至呢 他必須要認為說我必須要去提神 那或者是壓力大的時候我要做什麼東西 那常常呢 檳榔跟煙 就是在這些團體裡面 常常他們再來用來提神的東西 那我們來講到吸煙 那一樣 農林漁木業 他還是拿到冠軍 那其次是運輸通訊業 那運輸通訊業就是 鐵公路這些 然後還有郵局 郵務室 還有通訊業 這都是屬於在運輸通訊類 那如果按照職業類別呢 其實跟剛剛的檳榔 是剛好相反過來 在吸煙來講的話 在司機呢 他是比較高的 那低技術的工匠呢 是略低於司機 所以他這個類別 剛好在吸跟檳榔是倒過來 但是都可以看到 在這兩個職業類別啊 他的吸煙檳榔都是偏高的 所以在這個報告裡面就看到了就是說 其實在魚撈業還有建築工程業啊 汽車客運業 他的口腔癌的罹患人數 還有死亡人數啊都是偏高的 那對於這幾類的人員呢 那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建議他們平常啊 要有充足的睡眠喔 那還可以改用其他的提神的方式 那比方說呢 用嚼食無糖口香糖來代替 嚼食檳榔 那提神飲料呢 你則可以 因為提神飲料常常含有酒精 那提神飲料就可以改用 喝無糖的濃茶黑咖啡 來避免一些含糖飲料 還有碳酸汽水造成牙齒的傷害 那對於吸菸者呢 我們就會建議啊 盡量的能夠來接受戒菸的治療 那建議可以養成 規律的運動習慣均衡的飲食 甚至使用精膜精油按摩來紓壓放鬆 那這樣子來減少對於菸冰酒來提神 來影響我們身體的整體狀況 還有甚至對於口腔的狀況會受到影響